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们通常春天时 那些美食的白色会逃出 今天访谓节前 首先介绍今天的三位吃货 我身边的要拿 是 最正中的吃货 就是红晚上 吃了些是不少的 还有美女吃货 峰姐 她永远都很爱吃这些 想问问三位 春天的时候 你們通常最想、最喜歡吃的是甚麼 我是一年四季都很喜歡吃 但如果說春天的話 我覺得最好是冬天 不可以吃那麼多水果 好像輸了,這個冬天 吃不到那麼多水果 冬天比較冷,吃肉多一點 這時候我最喜歡吃的就是Cherry 很明顯一到春天 當然要吃當做的東西 例如春筍 現在剛好,而且脆脆 炒又可以 你用來錄它吃又可以 嘩,很棒 所以我說鋪出來 對,以後春筍就鋪出來 而且春天也是雨休期過了 或者雨又鋪出來 所以說我喜歡吃魚山 尤其會吃順德魚山 即是廣東人得天獨口 吃魚山的機會、次數和愛好 都甚於其他產品 其實吃魚山,有好又不好 當然美味,嘴巴好過癮 但是魚山其實會和一種疾病 是有莫大關係的 真的嗎 是吃順德魚山 對… 就是肝吸床 吸床 那要吃藥就行了 我們今天春季 當然要說和春季有關的身體氣狀 就是我們的肝膽 今天我們會請出權威的專家 告訴大家 例如春季吃春筍、魚山 究竟對身體好嗎 接下來馬上請出中山大學 附屬孫日仙紀念醫院副院長 普通外科主任 膽肝兒外科專家 黃哲教授 和大家分享 珍貴食材對膽的影響 以及教大家如何預防膽疾病 剛才三位嘉賓都表示自己 非常喜歡吃魚山 有些是淡水的 有些是海水的 我想問教授 其實吃魚山 是不是真的會和肝吸蟲這種疾病 掛上鉤呢 會呀 因為魚山裡面 尤其是淡水魚山 深水魚山 反而不一定會 淡水魚山裡面 就會有一些幼蟲 那些幼蟲就是肝吸蟲的幼蟲 當你不注意的話 吃了下肚子的時候 牠就會爬到肝裡面成熟 成成一種成蟲 叫做肝吸蟲 我想問一下 這個淡水魚山 除了可以誘發肝吸蟲疾病之外 還有甚麼更可怕的問題 牠一旦被細菌污染後 就很容易引起胃腸炎 這是最常見的 最常見的 膽管癌跟牠有沒有關係 那是後期的問題 如果牠一旦有了肝吸蟲 或者可能是其他因素 牠會刺激到膽管變化 因為蟲體在裡面的腐蝕 爛了之後 膽管會受到刺激 另一個蟲體如果一旦感染了 牠有時會有骯髒的細菌 牠一樣會造成膽管喘傷 後期可能會發生腫瘤 尤其是膽管癌 我想問如果得到肝吸蟲之後 有甚麼症狀 有甚麼不舒服的表現出來 感染了肝吸蟲 胃口比較差 經常肚子有些不舒服 這些人有時感染得比較厲害 容易發燒 有 所以這些表現多種多樣 我們吃魚沙很喜歡 喝點烈性的酒 不可以 消毒 不可以 或者有甚麼辦法 例如我先吃了預防 再吃魚沙 喝烈酒 酒可以將一部分細菌抑制或殺死 但不能將吸蟲殺死 只是其他普通細菌 剛才提到很可怕的膽管癌 除了肝吸蟲會導致之外 還有甚麼症狀會導致膽管癌 很多原因 最常見主要是膽石 大概膽管癌有七八成的機會 是跟膽石有關的 膽石在膽管裡存在 經常摩擦、引起嚴症 膽管就會受到損傷 損傷在修復過程中 就會發生腫瘤的改變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有些蜥肉 好像我們膽管癌 其中有一個類型 就是乳頭狀 它最早就表現為一個蜥肉 蜥肉慢慢惡變成癌 還有一些好像是先天性 一生出來的膽管就畸形 它解剖上面有問題 一旦有問題 那些膽質流通不好 那時候會即序即序 造成膽管喘傷 蜥肉在照B超的時候 是否能做出來的 一般膽囊 如果是膽囊色癌一 多數都可以照到 膽管裡的大膽管 我們都可以照到 小的膽管有時就照不到 還有後面幾種 就比如說 原發性膽管的膽管炎 膽管增生性的一些疾病 自體性的免疫性疾病 它都會引起這個問題 還有我們的食物裡的一些化學物質 好像亞少數安類 它可以引起膽管腫瘤 也可以引起胃腸瘤 也可以引起胃腸瘤 也可以引起其他食道癌等等 那膽管癌有什麼表現的症狀 初期的時候 膽管癌早期的症狀 一般都不會太明顯 有時有些人會有些肚痛 比如說原來有石筒 它通過藥物控制一下 就很快可以控制得到 但是如果一旦癌變 這種控制能力就會變差 所以疼痛往往不容易控制 而且往往一發現 就是暗期了 那有沒有有的痛不一樣 往往一發現 它塞了膽管就會黃 臉又黃,小便又黃 那些癌好像濃茶 好像普利茶的顏色 那還有一部分 胃口會變差了 不想吃東西 還有一個體重 慢慢越來越差 多數這些情況 都要考慮這個問題 那怎樣預防這種可怕的病 要預防的話 我們先從病人開始 比如說石頭的原因 七八成跟它有關 七八成跟它有關的時候 你膽管石頭也好 膽囊結石也好 早期能夠通過手術干預 能夠處理得到 那麼我們發生癌變的機會會降低 比如說尤其是女性比較肥胖的 尤其膽射時間又比較長 反覆都有痛過的 那麼你早期把膽囊切掉 這個再發生癌的機會會減少了 那麼另一個好像膽管畸形的這種疾病 一定要找一個專科醫生去看 去專科醫院 它會將你的膽管全部去清除了 尤其是清除了它所發生的腫瘤的黏膜 那麼以後就不會再發生 那麼其他的那些好像你說 如果說肝吸蟲和其他能夠生活上 我們盡可能避免這些因素 蜥肉呢 如果剛才提到膽蜥肉 那些會怎樣避免 有時真的很難說 三顆肉出來不知道 對,是甚麼原因 他會沒問題 為甚麼會蜥肉呢 生出來沒有解釋 蜥肉就是這樣 我們最常說的蜥肉就是膽囊蜥肉 膽囊蜥肉裡面 有大多數是屬於一種比較細粒的 那些是跟膽固醇結晶在局部沉積 刺激它形成的 那麼這些蜥肉呢 往往都不超過一個公分 它大一點它自己會脫下來會跑掉 它會跟著膽質排出來 那麼如果那些蜥肉特別大粒的 好像超過一公分 並且肌底部很闊落 那麼這些呢 往往都跟腫瘤有關 所以在這個時候 盡早將膽囊蜥肉 那就可能會好些 沒有膽囊蜥肉 人家的今天的生活如何 沒有膽囊蜥肉 吃東西有沒有問題 沒有膽囊蜥肉 就是膽囊蜥肉 就好像我們說沒有水庫 因為膽囊的目的就是 將膽囊蜥肉儲存在裡面 好像水庫一樣 我何時要灌溉了 我何時要膽囊蜥肉 我就將膽囊蜥肉排出來 當你沒有了之後 它就儲存在膽囊蜥肉裡面 膽囊蜥肉會下降 膽囊蜥肉會擴張一點 但是它始終都是有膽囊蜥蜥蜥 對消化的影響就不算太大 說到膽囊蜥 真的會聽見很多身邊的人說 沒有什麼徵狀 看檢驗就發現有膽囊蜥 但也有很多人說 不用管它 怕做手術 但是到底膽囊蜥 真的危不危險 留在這裡 膽囊蜥是這樣說 大概有三分一的人 它是帶著膽囊蜥最後走完這個人生 它是沒有任何症狀的 對於這一部分的人 我們不強求他們 一定要做手術 但是如果對於一個經常發作的 有膽囊蜥蜥發作的 有膽囊蜥的症狀 有膽囊蜥發作的 我們建議都是做手術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如果身體年紀比較大 或者身體比較弱 你不知道 即使它現在沒有發作 但是它發作的機會多 比如說石頭不大不小 很容易卡住 或者多幾顆 或者三顆、五顆以上 這些發生的機會 疾病的機會會有多 這些最好是做了它 其實還有一個 就是我們發現 生活之中 很多東西真的避無可避 你吃東西多小心也好 但我們最怕治癌 最怕是雅少安 哪怕菜放久一點 不知道不覺得 隔夜的又有 不是,現在說是新鮮的 即使你不太好地在雪櫃儲存 它依然有機會有雅少安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是無形殺手 那可否教授教我們一些招數 如何盡最大的可能 避開這些雅少安 不吃雅少安 首先第一個 剛剛大家都說了 其實雅少酸鹽在我們的食物中 大量存在 但是它要轉變為雅少安的話 它要有個過程 並且有些條件 那如果你說這個 本身食物不新鮮 你放在這裡 放得時間越長 這些形食的機會就越多 所以盡量是吃新鮮的 第一個 第二個是那些醃製的 蠟的 好像那些蠟味好 那些昏肉好 那些醃的鹹魚好 這些我們盡量能夠吃新鮮 盡量吃新鮮 如果一旦我有口癢要吃那些食物 那你就要考慮一下 我在同時 我要加一些負含 維生素C 這一類的食物 那它就要阻止它的過程 既然膽管癌和膽結石 有這麼大的關係 而且這麼多人有膽結石 那麼我們就要對膽結石 有更多認識 接下來 又到了健康問題 烤烤你的環節 以下哪些生活習慣 容易導致膽結石呢 A.不吃早餐 B.喜歡吃甜食 C.長期進食精細米麵 B.經常吃馬鈴薯 E.營養過性 不吃早餐 一定是 營養過性一定是 營養過性最多就是膽固醇 剛剛… 一定是 膽固醇就結石了 對,醫生也說過 弄到膽裡有甚麼 一定 我覺得甜食也是 甜食不是,我不選 我覺得除了馬鈴薯不是外 其他也不行 還是聽醫生說 每個人都不同,選擇的東西 同事呢 他不選擇 他都喜歡吃的 同事是不喜歡吃的 很明顯看到他 他不喜歡選擇 第一,我早餐是必吃的 我沒理會這麼傻 好的 現在問題是精細米麵和… 薯仔? 薯仔,對 我覺得薯仔比較安全 精細米麵應該有問題 因為米麵… 精細米麵 每天都吃粗 精細米麵 粥粉麵飯 也是廣東四大發明 對 對,你不吃的 精細好、粗子好 我覺得這個不是 好 應該是A、B、E C、D 現在主要是糾結在C和D上面 對… 教授跟我們解釋一下 這五個選項 第一個,不吃早餐 大家都已經知道 因為你不吃早餐的時候 早上起例,你的生活節奏亂了 再加上你內分泌結構亂了 你的脂肪代謝一旦混亂 代謝混亂就會容易產生膽食發生的機會 第二條,他喜歡吃甜食 大家都知道 你甜的東西進去 他通過糖而生 他可以變成很多 包括脂肪酸、其他東西 但這個本身 脂肪代謝油都容易混亂 油容易發肥 一旦發肥 你裡面的膽固上形成的機會油都會增加 第三個,如果精細米麵 其實跟第一個都差不多 因為它本身裡面的含的澱粉量是比較高 澱粉裡面最後的降解就是葡萄糖 就是糖類比較高 其實最好就是 防止膽食形成的就是吃薯仔 因為薯仔裡面有很多食用纖維 食用纖維幫助我們把我們吃進去的脂肪 或者是膽固醇過多的 這些情況容易排泄出來 排泄出來就可以減少這些機會 就是我們肥胖的機會 減少我們膽固醇的積聚的機會 但薯仔的澱粉也很高 薯仔的澱粉量是高 但它同時又有食用纖維 它是幫助你限制性吸收 所以它會進行一個調節 但是吃薯仔不是叫你吃薯仔 就是吃薯仔不吃其他食物 它只是幫助你長途的功能 會好一點 這個是很… 營養過程就是大家不用再解釋 肥仔多數… 尤其我們說是女性肥一點 膽石的發生機會多很多 我沒有的… 其實我還想問一件事 剛才你說到精細米麵吃得太多 但現在我們還是精細米麵 有人就說 不如晚餐不要吃糧食 只吃菜… 預防膽結石 其實這個有沒有科學依據呢 究竟吃少些米飯 是否可以預防膽結石呢 哪些好的生活習慣 可以預防膽疾病呢 如果得了膽結石 我們應該怎樣應對呢 下一節回來 馬上為你揭曉 2015肯德基推出新菜單 BBQ手撕豬肉堡 我曾經在美國南部嚐到過 也見過他們的料理過程 豬肉醃製後 重點是用手順肌理撕開 更加鮮嫩 搬入BBQ燒烤醬 更加入味 再配上食酥 滿足 現在肯德基借件類似工藝 讓我再飽口福 BBQ手撕豬肉堡 看白電鋒 到廣州新世紀白電鋒防治研究院 020-8630-1999 8630-1999 剛才你提到精細米麵吃得太多 但現在我們都是精細米麵的 有人就說 不如晚餐不要吃糧食 只吃菜 預防膽結石 其實這個有沒有科學依據 其實我們飲食最強調的一點 叫做均衡 一旦你打破均衡之後 你只吃肉類 你不吃什麼 它會控制到肥胖 我見有部分人可以減肥 但這部分人減肥的過程中 有可能由於當時馬克的糖分不高的時候 他就要通過脂肪其他 來討養醫生 來進行提供熱量 這有時會出現脂肪代謝混亂 有可能會出現膽食的機會 即是反而沒有幫助 還會增加 反而會增加 這種減肥 即使減肥 反而反彈的機會還是比較高 剛才高糖分 對膽不太好 究竟哪些食物當中糖分最高 考考三位嘉賓 是否越前那些就越高 水果一定是最高的糖分 對,你有什麼葡萄籽 但果糖我覺得是健康的 不是,其實我覺得 高應該是看葡萄糖 因為你所有糖 你身體到最後都要轉化成葡萄糖 果糖那些 你不會100%吸收全部轉化葡萄 現在很多麵包店 很喜歡用一種叫糖精嗎 還是代糖 代糖… 代糖… 那種會不會更高呢? 糖精其實也是一樣的 但問題是有一種代糖 最後的降解物不是葡萄糖類 這些會有甜感 有甜味感 但那個是可以的 但如果你說吃甜品裡 大多數我們的添加劑 都是葡萄糖類為主 就是我們借糖 這一類的糖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特殊的 例如我們甜的飲料 例如剛才提到精細的 汽水 糧食、煲粥 裡面含有大量澱粉 白粥很高糖分 對,多數會有很高糖分 白粥很高 糖分比率有70%多 所以這些我們平時飲食裡 稍微注意一下、控制一下 原來甜品、汽水、白粥裡面 有很高糖分 而且又跟我們的飲食習慣 息息相關 平時就有必要養成好習慣去避免 接下來又到了健康問題 考考你的環節 以下哪些生活習慣 可以預防膽石症呢 A,經常喝綠茶 B,多吃附陷維生素C的食物 C,增加纖維素的攝入 D,補充鐵生鈣 E,經常運動 我覺得犯法也不錯 對,基本上都適合了 遺師剛才說過 然後操纖維有助消化也對 補充鐵生鈣是甚麼 對,我不明白 D有甚麼作用 我覺得這個可能不行 因為你有鈣 好像會積在身體裡 排不出來 但經常運動也沒有關係 還有鐵,但沒有鐵不行 喝水會積在那些鐵 排不出,就會變成結石 但它跟膽無關 不知道,我覺得除了D 其他A,B,C,E都是對的 知道說A,B,C,E 大家都沒有意見 就是D,不明白 不知道,不確定 請教一下黃教授 正確答案究竟是甚麼 其實這些補身、補鐵、補鈣 關鍵就是要適度 你不要過量 無論你多了,身體吃了 它不吸收 包括你的身體多了 它的積聚也是 對身體不一定有好處 這些補進去之後 它最主要是對我們身體裡的霉 對膽固醇轉變為膽質酸的過程 它是有幫助 那些霉的活性一旦增加了 它膽固醇的比率就會下降 所以補充這些元素 我覺得關鍵是適量 不能夠過多 喝紅茶、普里茶 可否預防膽質 也可以 茶類都可以 茶類也可以 是因為茶多酸 不一定是綠茶 是因為茶多酸 如果這樣,可能黑茶更加好 黑茶很刮枝 可以降三肢很厲害 我想問,我直接吃茶綠素 裡面有很多茶多酸 不就更好 那些黑茶剛剛說 黑茶其實說有幫助 但問題是它少了一些比較新鮮的東西 譬如說葉酸糧會低一點 因為你放得時間長,它會降解 另一個好像鋁輪脂 這一類的東西它會少了 我們膽固醇的結石形成過程中 它是三個物質要平衡 一個是膽固醇 一個是鋁輪脂 一個是膽質酸 這三樣東西如果平衡 它就不形成結石的 不形成結晶的 你補充了鋁輪脂 它相對來說 會有餘防結石的作用 會更加強 原來大家吃的補健品 鋁輪脂是可以餘防膽結石的 餘防膽結石的 沒錯 綠茶裡面是最高的 維生素絲的食物 很多是鹼雜 那選哪些是最好的 或者哪種食物 是含維生素絲最多的 大家知道酸酸的食物 都是… 奇異果 番茄、茶 番茄、番茄 我們老百姓可能吃得最多就是番茄 辣椒、薑、青椒 都可以的 但還有一件事 剛才教授提到 有些是辣的 如果真的有膽結石的人 是否不能吃新辣的食物 那個所謂的生辣食物 它是從另一個角度去說 就是說我們刺激了長度 有一次造成長度功能混亂 那個角度去說 但如果你說在山裡面 好像我們湖南、江西、雲南 它吃得很多 不一定它們的膽結石率 就比我們高 它腸胃習慣了 它也不會形成刺激了 裡面有大量的維生素C 它可以促進膽固醇的降解 C就說增加纖維素的攝入 我們明白這個原理了 那甚麼方法 或者是甚麼成績 是最好的選擇 我早知道就是西勤 勤錯 以前說過 吃到咖啡聲 沒錯 差不多變成了 還有薯仔 剛剛前面說過薯仔就算了 我們還有一些抖雷 除了這些之外 還有一些帶葉的蔬菜 也是這一類的 所以我想反正水果 這些都可以補充一下 其實說到鐵新蓋 我想可能一般人 認識不太多 唯一記住 補新的最厲害的就是蠔 而且是生蠔 但我知道生蠔同時 膽脂質非常豐富 和膽固醇都會高 到底可否用這東西 來補鐵新蓋 吃生蠔 偶爾吃是好的 因為你本身要的薯仔很低 你不要說一次過 我吃五十隻、六十隻 這麼難說 很方便 如果你說我不用那東西 我可以吃些花生 或者吃些… 花生也可以 花生是那些 花生裡面有含生 還有什麼是含生 含生、含生、含生 的花生都有 現在西北地區 其他堅果呢 堅果裡面很多都有 最後一個就是運動 大家其實都有一些意義的 就是運動 如果… 到底是怎樣幫助呢 運動其實最需要是… 做很多媒體人 有樣運動 有樣運動 即是行走、游泳等 跑步 它不是一種過於劇力的 劇力運動 剛才出了微寒 覺得有點累 那就最好 我突然想起曾經有報道說 一個很堅毅的媽媽 為了減自己的脂肪肝 暴走 她暴走 如果普通人 真的擔心比較肥胖 膽固醇高等 不只去到脂肪肝極限 暴走有用嗎 走不動 怎麼辦 暴走…如果你降得太快 因為這部分人 膽固醇的發生率會增高 為甚麼呢… 是甚麼原理 這就是前期造成肢代謝混亂 肢代謝混亂 肢代謝混亂 一下子分解為主 過多分解後 才會減輕脂肪量 所以這個造成膽質分泌 那方面的混亂 會造成這樣情況 好了 一條簡單的題 如何預防膽固醇 令我們了解了 跟膽固醇有關的五個方面 這五個方面都很重要 從飲食到運動 希望大家平時都可以留意一下 接下來我們馬上還有 今天的健康達人看問題的環節 看看今天的第一條短片 平衣很喜歡吃甜食 所以身材偏肥 最近經常覺得腹腹有點痛 於是就懷疑自己可能患了膽結石 但沒吃那麼多,哪裡痛 這裡,我懷疑膽結石 當然,吃那麼多甜食 很容易得到膽結石 吃完也會嗎 你不知道膽結石和膽固醇 有很大關係嗎 那怎麼辦 這兩個月嚴格控制飲食 和減肥肉一起吃 這樣就可以嗎 那就試一下吧 請問老公黃叔的方法 是否可以有效預防膽結石 他控制飲食是對的 但如果他說這麼快 頭兩個月嚴控減肥肉 一定有問題的 快速減肥 一定是甚麼內分泌、穩暖 帶來更大的問題 脂肪代謝穩定 對,絕對不行 他只吃減肥药 大常說容易膽結石 黃演長也說 一下子好像不吃飯 沒有了他 對 整個身體的機能 反應都未來一切 完蛋了 一定不行,問題會更大 但我想順便代表 很多女性,特別是減肥的女性 然後問,究竟快速減肥不安全 只要是怎樣快速 例如三個月或幾個月慢慢減 一個月減一斤應該不快 即是減多少 對,應該要去廁所也少一斤 應該要去廁所也少一斤 才是安全的 倒是想問候黃教授 你不是控制得到的 對 馬黃教授 其實減肥的進程 他有專門指導老師 他會幫你做計劃 但在快速減肥的過程中 你首先第一個 你自己做了功課 我加了膽質酸的藥物 再發生膽質的機率 會降到很低很低 甚至不發生也有可能 所以你不是說快速減肥是不行的 有條件下我們會做得到 快速減肥 同時又不會發生結食 其實講到這個減肥 還有一個疑問 就是有些重度的肥胖患者 他們的飲食已經不受控制 就像大胃王一樣 他一定要吃這麼多東西 才支撐到自己 撐到才飽 撤胃手術 他們就想問如果是宿胃 可否預防膽結石 既然科學的減肥方法 可以預防膽結石 那是否做宿胃手術 都可以達到相同的效果呢 如果患了膽結石 我們又擔心它發展成膽管癌 這個時候應該怎樣應對呢 下一節回來 黃院長詳細跟你分享 膽結石 有沒有必要要預防其發展 成為膽管癌 健康知識每週學 人人都不想錯覺 中醫教你怎樣養生 實醫教你怎樣疏心 身心健康很重要 眾實醫專家齊上陣 傳授養生保健知識 探討健康長壽之道 想第一時間了解最專業 最權威的健康資訊 想學更加實用的養生保健知識 記得要切實 廣州廣播電視台中學頻道 逢星期六下週 17點10分播出的健康100分 白電鋒防治研究院 020-8630-1999 8630-1999 採用手術減肥 其實目的不是預防石頭的問題 它主要是預防了 我們身體的其他負荷問題 包括心臟 其他疑伸功能方面的問題 但是如果你說採用手術去減肥 這個發生膽石的機會是會增加的 大體上他們統計過 手術後減肥裡面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 會發生膽囊結石 為什麼 因為它減肥之後 剛剛前提到的機制方面的混亂之外 還有一個就是神經損傷 神經損傷之後 膽囊本身的收縮功能會下降 因為你做手術的過程中 有可能會傷及到蜜酒神經 就會造成傷陰的問題 好,看完這條短片之後 我們繼續看看第二條短片 看看五十歲的平醫 又遇到什麼狀況 平醫今年五十多歲 被檢查出有膽結石 而且最近又上腹經常隱隱作痛 老公很擔心 很痛 很痛 不過上次醫生 不是檢查過說你有膽結石嗎 是啊 痛了多久 最近總是痛 經常都痛 很多時候都痛 要注意一下 好像弄成膽管癌 膽管癌?這麼可怕? 做手術 沒有膽? 是啊,很多人都沒有膽 這樣可以嗎? 可以的 沒有膽也可以? 請問平醫的膽結石 有沒有必要預防其發展成膽管癌? 預防一定要 因為任何東西裡面無緣無故多疊癌 無緣無故多疊癌 一定是不舒服的 儘管說在裡面沒有什麼反應 沒有是最好的 既然有了 我覺得都是醫生的指導下 因為他會惡化 他會有惡化的趨向 我也有不惜 就應該去做手術,要去修理它 但不一定要開刀才能修理 聽聽我們黃綠,看看是甚麼高健 其實也是剛才黃教授說的 即是他反復發作、有症狀 還有看你可能年紀大,身體弱 將來如果真的癌變的風險會大 就應該手術了 這個問題分開兩部分 第一個,膽囊結石 它本身產生的叫膽囊癌 它不是膽囊癌 如果膽囊裡有結石 它產生的是膽囊癌 那兩個癌是有少許區別的 雖然大家都是膽囊系統裡 如果你說膽囊結石 它長時間經常發作 並且發作過程中 又看到膽囊壁明顯增厚了 或者特別是局部增厚了 如果那個地方又有些血功特別豐富的話 這個時候你們就盡可能提早做了它 因為你不做的話 我們見過很多 總是不捨得那顆寶貝結石 那顆牛黃 它不切最後一頂都一樣 那時候你就後悔了 一個 第二個就是它這些石頭有時跌出來 搞成膽囊性二鮮鹽 你本身二鮮鹽可以分輕分重 一旦重的話 你花了一百萬 你都不知道能否搶救回頭 所以我說這個年紀大 相對身體比較弱 又經常發作的 這些石頭就盡可能早些拿掉它 如果膽囊裡有石頭 那個膽囊由引起膽囊擴張 又經常發炎 又發燒 又黃 這個時候你們就 及早做手術好些 我還想問一個問題 其實這個膽囊結石 是否只有一種方法 可以拿到它出來做手術 膽囊結石發生了之後 就是泥沙羊那些比較小的 我們可以通過食藥物來講 有部分病例是可以消失的 或者是排出來或者是溶解了 但是如果是石頭比較大 超過了一公分以上 這些藥物能夠溶解的機率 可能都不到百分之十 其他的瓷花也好 震波水石也好 它是可以碎 但是它不一定能出禮 剛才提到膽囊結石有些人 是陪伴終生的 畢竟你還是有了這種病 還要關注它 有沒有什麼精兆 告訴大家 要預防了 因為可能會癌變 又可能會惡化 如果有膽囊結石也好 有膽囊結石也好 有膽道結石也好 它突然間病情發生變化 尤其是表現方面發生變化 原來痛一下 你吃藥就解決了 但是這次你一旦吃藥 它也解決不了 並且痛的時間比較長 比較特殊 這個時候就要高度警惕 這是其一個 其二一個 其二一個就說 如果突然間出現了黃毯 它又不痛 那這個 臉又黃了 小便很像龍茶羊 便要拖出來 這個時候快快去找醫生 另外一個就說 我這段時間雖然沒有發作 又不痛 但是我這段時間 突然間胃口很明顯是差了 人是瘦了 那不是減肥 減肥不舒 這個時候你一定要小心點 你快點找醫生 還有一部分人 已經不是早期的 一旦肚子裡摸到一塊二塊的東西 那你就麻煩了 快點 能夠找醫生就盡快找 你在導致膽管癌的因素裡面 除了膽結石之外 還有膽識慾 很多朋友都想知道 為什麼膽會生識慾 或者是膽管裡面生識慾 對,生了識慾 如果再加上膽結石 加在一起的話 會不會雪上加傷很嚴重 膽囊識慾 和膽管識慾 這兩個分開來說 如果是膽囊識慾 往往我們最常見的 百分之九十 大概都是比較小的 或者是多發的 這些多數都是 跟我們飲食裡面的不夠均衡 尤其是膽固醇的結晶型的沉積 在膽囊裡面產生的 這部分是不會產生癌變的 所以我們一般少於一公分的膽囊識慾 我們叫病人觀察著 但是如果那種是 嚴正的過程中造成了各部增生 破壞了之後 再成疤、成疤 或者再增生為一個蜥肉 這個就要小心了 它這部分就有可能會發生癌變 但是這部分的蜥肉 往往都是超過一個公分以上 它臥面的機會會大一點 所以一旦蜥肉超過一個公分以上 同時又有結石 這個情況我建議做了手術可能會好一點 膽蜥肉有什麼飲食禁忌 膽蜥肉發生之後 我們最主要就是自己反思一下 這段時間的飲食習慣是否有什麼特別 比如說內臟類的、紅肉類的 或者是蛋黃這些 或者是香口的東西 是否特別喜歡吃 如果是特別喜歡吃 這段時間要控制一下或者戒一下 那如果你說不是 那我就要增加一些 多吃一些青菜 多吃一些水果 有時候甚至去醫院 拿一些藥物去調理一下 它可能會對這個膽蜥肉的發展 或者控制或者甚至消失 是有些幫助 我還想問一個問題 很多人都會有膽囊炎 我想問為何會有膽囊炎 膽囊炎的原因有很多種 最常見是跟結石相關 有時候滾來滾去就會造成炎症 刺激它 另一個就是跟我們的膽度分泌功能 混亂有關 比如說喝酒、喝白酒 喝得厲害 突然刺激它 膽度分泌的出口不通 一刺激它一刺激它就會急性膽囊炎發作 它沒有射到 又跟剛才說的光級蟲 或者其他寄生蟲 包括回蟲 鑽進去的時候 一旦鑽進去一次刺激它又會發生 所以膽囊炎發生的原因有很多種 根據不同的原因我們進行 不同的原因你的預防就有好處 今天我們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膽結石 膽識慾治膽管癌的經驗和教訓 下面請王教授幫我們總結一下 這種病有甚麼需要注意的根據 還有怎樣可以保護好我們的靚乾靚膽 我覺得這樣 人生在這個過程中 它要生存肯定要講食 但是很多時候我們病從口入 所以要管好自己的口 並且要我們的飲食 最好是均衡一些 不要偏食 不要追求於某種快感 所以我們平衡之後 我們增加一些運動 就會對我們的身體健康會有好處 馬上加入今天的健康時間 來看看現場的觀眾 有甚麼問題要問 王院長,你好 我在五、六年前 在省中醫和區中醫院 驗出膽結石 有十多顆 最大的顆是花生米 有三、四顆 當時他叫我不用做手術 用中藥來治療 這個中藥治療可以嗎 十多顆結石 原則上我們無論是中醫或西醫 其實大家的認識都是一樣的 最好都是做手術 你說一、兩顆比較小的 有時可能通過藥物排出來 排出來的機率不是很大 但是你十多顆排不出來 一旦排不出來的時候 你卡住了哪支一發作起來 你的身體會影響很大 所以我建議你做到手術好一點 王院長,你好 檢查身體的時候 那個報告寫出膽囊結石 就是沙狀形 已經延續了十年 但是他現在沒有發作、沒有性 沒有痛 你說需要怎樣解決呢 但是沙狀結石 它有大多數來說 如果沒有症狀 我們原則上是不建議 這麼急於做手術 可以通過藥物來溶解它 尤其是那種膽固醇羊的結石 這些石頭 我們吃一些藥 好像那個 那個優施佛這種藥 它是可以溶解的 所以就有機會排出來 所以這個可以觀察一下 謝謝黃教授 謝謝三位嘉賓 鍾醫生 你覺得我們做了這麼多期節目 所有的醫生最後都是歸決 大家要均衡飲食、注意運動 生活要規律 但是很多人都做不到 因為他們真的很沙膽 什麼都敢吃,什麼都敢做 沒錯 但是最後可能是拿膽 有錢就要任性 但是吃東西也不能太任性 是嗎? 希望你可以管理自己的嘴巴 規律生活 聽聽我們說的話 最後有好身體 以及關注我們的節目 好,健康百分,健康生活更紛紛 我們下期同樣時間再見 再見